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路透社今天就報導了兩宗關於華為的消息 剛巧地兩宗消息對於華為來說 都是壞消息 首先第一宗發生在英國 據報英國目前已經跟日韓科技公司接合 要找一些華為的替代品 根據路透社引述的一名知情人士所說 英國的官員就著5G通訊設備的採購事宜 已經跟日本的NEC公司 和南韓的三星公司進行恰談 據了解英國當局今次的目標 就是要使5G設備的供應商多元化一點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將華為列作了高風險的供應商 並且將華為參見英國5G網絡的市場份額上限定了三成半 不過似乎約翰遜這個如意算盤 在今時今日都未必再打響了 因為約翰遜現在不僅面對著 來自美國參眾兩院議員的壓力 而且在保守黨內部 反對華為參見英國5G網絡的聲音 也越來越強烈 當時國內國外他都是備受壓力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傳出消息說要去日本和韓國 找一些5G通訊設備供應商取代華為 絕對是合情合理的 這樣也標誌著 英國正式歸位去五眼聯盟 實情五眼聯盟具有一個非常堅實的合作基礎 因為五眼聯盟最早的歷史是可以追溯到二戰期間 故此這五個成員國之間 有著非常長久的合作關係 而且也擁抱著一些共同的核心價值 所以在對付華為公司的態度上 採取了一致的態度 絕對是不奇怪的 現在只是爭紐西蘭未曾有一個明確的表態 相信都會很快歸位 連英國這個老大哥 最終都選了日本和韓國的公司去取代 昨天才傳出消息 說加拿大的三大電訊巨頭 找了愛納信和洛基亞這兩家北歐公司 今天洛基亞的股價突然飆升了很多 按照目前這個軌跡來推算 約翰遜較早前才說 要到2023年 英國對華為的通訊設備依賴程度才清零 現在似乎會更早可以達標 因為根本上可以找到另一些公司 去取代華為去供應這些設備 只不過之前的決心不夠大 現在沒辦法不提起心竿來做 因為在國內國外都是備受壓力 故此華為要在英國一展拳腳的美夢 很可能都是要粉碎 接著就說說第二單資料 這單資料更加飽 是路透社的獨家報道 他們拿到一些華為公司的內部文件 根據路透社較早前的報道 已經揭發過華為曾經利用一間香港公司 作為白手套 走去與伊朗進行秘密交易 當路透社揭發了這個消息以後 華為想盡辦法與這間香港公司撇清關係 這次的內部文件正好反映得到 華為與這間香港公司的關係是極之密切的 我們又要把整個事件的背景說一次 在2012年12月的時候 路透社報導過 這間Sky.com 即是聲通技術 中文名叫做 在2010年底的時候 向伊朗最大的電訊商 出售過至少價值130億歐元的 HP 即是衛寶的電腦設備 這些電腦是屬於美國禁運的東西 但它卻賣了給伊朗 當然這便會觸犯美國的法例 到了2013年1月的時候 路透社再找到一些文件 證實了華為與這間Sky.com 保持著非常緊密的財務聯繫 和其他聯繫 包括揭發孟晚舟本人 在2008年2月至2009年4月期間 就是擔任過Sky.com的董事 證明了這是關係非淺 華為當時跟路透社說 Sky.com 只不過是華為其中一家 主要的伊朗本地合作夥伴 而且華為與Sky.com 之間的關係 純屬是正常的業務合作夥伴關係 到底是否真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美國司法部 對於孟晚舟的那份控訴書 裡面提及到 華為和Sky.com 的關係是極度密切 他列舉了五個例子 第一 Sky.com 的電郵地址 是華為的電郵地址 第二 Sky.com 員工的出入證 是帶有華為的標誌 印上了Logo 第三 Sky.com 所使用的文具 是華為Logo的文具 第四 Sky.com 的正式文件和備忘錄上 都是印著華為的標誌 即是可能信簽 或者普通的紙張 都是印著華為的Logo 第五 Sky.com 銀行的帳戶 有權簽署的授權人 是華為的高級職員 最後一條成為關鍵的證據 就是證明了Sky.com 根本上是華為的子公司 當然華為是否認的 現在路透社的內部文件 究竟是說什麼 有什麼新的證據 為什麼說它這麼爆 原來那份內部文件 就是在描述華為在2013年初的時候 如何試圖把自身和Sky.com 分離 華為採取了一系列行動 包括撤換Sky.com 的經理 關閉了Sky.com 在伊朗首都德克蘭的辦事處 以及在伊朗成立了另一家公司 去接管價值數千萬美元的Sky.com 合同 根據一份2013年3月28日的華為內部文件顯示 華為根本上是在控制Sky.com 因為這份文件上是這麼寫的 說考慮到貿易的合法性 A2代表處正式將Sky.com和華為分開 根據美國的起訴書 A2其實是伊朗的代碼 由於在通訊的時候不能直接說伊朗 就寫A2去規避 這份內部文件還指出 華為在伊朗配置了一名自己公司的員工去管理Sky.com 以避免媒體大肆宣傳的風險 同時華為又做出了一個緊急的決定 任命一個叫WhoMay的人 做Sky.com 在伊朗總經理 這個WhoMay曾經是Sky.com的董事 在華為的目錄當中 亦被列為華為的員工 即是來來去去都是華為的自己有管理 好了 在2013年11月2日的一封信裡 Sky.com 寫信給伊朗最大的通訊商 MCCI的副總裁 這封信說什麼呢 就是Sky.com 已經決定取消 並且終止它的業務活動 而且要解散在伊朗的分支公司 好了 到第二天 即是11月3日的時候 Sky.com MCCI 即是伊朗最大的通訊商 以及新華為公司 華為技術服務伊朗有限公司 簽署了一個協議 Sky.com 計劃將合同 轉讓給新華為公司 在協議當中列出8份合同 總價值是4460萬歐元 至於MCCI欠Sky.com 的任何款項 就應該在合同完成之後 支付給這家華為新公司 路透社就說 找不到這間MCCI進行評論 如果這件事 即是內部文件是熟實的話 基本上孟晚舟真的是插翼難飛 原來一直在用很多方法 來跟Sky.com 撇清關係 但是路透社現在所取得的內部文件 完全證實到 根本上關係就是物不可分 華為和孟晚舟堅持一點 就說這家Sky.com 只不過是華為的商業合作夥伴 但是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說明 Sky.com 根本上不是當地的合作夥伴那麼簡單 而是華為的官方子公司 到底是與否當然就要留待美國法院的判決 在這麽敏感的時刻 即是孟晚舟剛好從加拿大移交到美國 無奈 路透社就找到這些內部文件 到底這些內部文件 真是路透社自己的記者發掘出來 或是有其他部門或機構 故意通過路透社來放風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這些內部文件和美國司法部的指控 最終是屬實的話 又會加強美國制裁香港的理據 因為美國斷言不能夠看著香港淪為中國的白手套 今次Sky.com 已經是經典的例子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